今天是11月4号下午的三点多 港股马上就是收盘了 我们可以看到港股的证券板块再次出现了暴涨 中交证券涨幅27个多点 还有就是深万红元 博林证券都出现了大涨 港股这几天交易 证券板块再次出现疯狂的走势 多股翻翻 涨了最多的已经涨了三倍 还有涨了七八倍的 那么在这种行情下 证券板块属于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 那截后A股的证券板块会不会暴涨呢 可以说当下的证券 面临着一个死亡级的暴涨 或说死亡级的机会 那这一波的空间有多大 答对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的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所以我在截前 包括在9月20号左右 我就强调了很多回 A股将迎来死四级的机会 铁底就在眼前 潜伏才能吃肉和汤 而且我说潜伏的主要对象是谁 老粉丝朋友都知道 我说的重点是证券 所以潜伏正确的人现在都银麻了 都壮大了 躺平了 这个绝对不是马后炮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9月20号到9月20号的视频 这三天视频 我重点强调过底就在眼前方向很明确 给大家说了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 如果抓住重点的 那就能够享受当下一个什么 一个获利的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认券板块的港股 几乎都翻翻了 涨了最多的涨了 盘中一度涨了超10倍 我们可以看一下深万红圆 香港 他走势在盘中出现了一个什么大红 跳水 但是不能说他就不行 他在从三毛多涨了4块多 涨了十几倍 所以他这个就属于一个正常的回踩 朋友们 不要看他掉了 你觉得这个证券不行 我告诉你证券板块 还是属于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像中州证券 还手大赚 还有包括我们什么 其他一些证券中 官大证券 你看包括招商证券等等 这些涨幅都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而且明显的 这些券商都翻倍了 甚至翻了几倍了 照商证券的话 港股是翻了三倍了 有多了 所以对于截后的相关板块 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刺激 好 那我们回到A股 回到证券板块 在这几天有人问我说 港股的这个证券都涨疯了 都翻翻了 翻几倍了 截后哪只证券股还能买 哪些能买 哪些可以买 问这话 说真的 我无话可说 为什么说无话可说 大家知道 港股的话 多个票都翻翻了 涨了多的涨了几倍了 那么你觉得 A股的这个证券结婚 有多大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上证 这个证券的指数 证券指数 在24号这一天 大家看 他收盘价是1129点 好 那我们看 他在节日放假期间 是1551 1100多 多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波涨幅多少 涨多少 涨了400多点 也就是说 证券板块 这一波涨幅 证券的涨幅 大概就是40个上下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连续5天是属于大涨了 你看这一天是涨6.13 后面是2.22 5.86 8.54 最后最后一天是涨 最后一天是涨停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一波涨幅的话 大概就是什么 大概就是40点上下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到 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那按照港股的走势来看 我们的A股证券板块 还有很大的空间 别人放几倍了 涨几倍了 我们不说涨几倍 就说涨一倍的话 对吧 只就说涨一倍的话 你看我们的这个证券板块 现在这张板块涨最多是谁 大家知道吗 这张板块涨最多是东方财富 东方财富的话 他由于是20厘米的 20厘米的 你看两个20厘米的就40厘米 对不对 他是整个这一段时间 证券板块涨最多涨了 结议仅90个点 涨最多涨90个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除了他之外 还有就是涨天峰证券 对不对 天峰证券是多少 从这一天开始 这一天是多少 你看9月24号这一天起来涨停 连续5个涨停板 也就是说他连续涨了5个涨停板 他是最强的一个市场表 市场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按正常情况下 他要翻倍的话 至此还有什么 还有两个涨停板 那你觉得两个涨停板够吗 我觉得不够 所以从市场反应来看 证券板块 至少在截后 截后开航的时候 机会不大 现在你不用问我说 我没买证券 港股证券这么多 我截后还能不能追 我告诉你 截后能给你机会的 很少很少能给你机会的 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躺平的状态 朋友们一定注意这些细节 正确这一波上涨 我告诉大家 他的上涨的力度 是史诗级的 他甚至超过了2014年 205年这一波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 205年 2014年这一波正确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他是从7月份开始 从这里开始起来的 对吧 2014年7月22号 这一天开始正确出现放量上涨 那么连续几天 你看连续几天上涨 对不对 那么上涨幅度不是很大 涨了最多一天 涨了5个多点 他就是什么 就是正确反馈了一个启动的位置 你放一秒 就是在这一个构成当中 2014年流失启动的时候 正确那一波涨幅明显的 比我们现在这一波正确的涨幅要差的远 你看 涨了两天 这个是3.53 这个是5个多点 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 5天时间涨了接近40个点 对不对 那么这个涨幅明显比大家体点要高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这个正确板块有两 在2014 2015年有两波高峰期 一个从这里开始 这个是2024年的11月份 你看7.6 对吧 7.65 7.23 以后我们看6个多点 6个多点 再看8个多点 9个多点 7个多点 8个多点 所以这一波是正确板块的高峰期 感觉我们现在这一波的这个上涨 我们启动为止就赶上它的高峰期了 那么是不是预设我们这一段时 我们这一波的正确涨幅 要超过2014 205年这一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了 好 那我们看这是正确板块第三波的上涨 这一波上涨就是什么 2015年3月份开始 当时我们看到这一波上涨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涨了比较多的 这个有5.76 还有3.8的 好 看这里 这里多少 5.91 这看一下后面有2000连续上涨 这5.55 5.9 包括这一天大涨 7.57 再看一下最后这一个高点 大概看这里是5.38 大发没有 就是说 正确板块在2015年第三波高峰的时候 它涨了最多的一天也是涨了7.5 对不对 7.5 那我们明显的现在的走势比它更强 对不对 我们回到这个市场 回到这个盘面 你看 第一天涨多少6点多 第二天涨2点多 第三天涨多少5.86 好 在后面两天一个8.54 一个是10个点 最明显的我们起点 甚至比它什么 比它流速高峰期都要强 这就是重点 我在前面给他讲过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 底量超顶量 那么底价超顶价 那么从目前量能来看 正确的量能还不够 还不够 它这个量能 相比这个位置量能 相比这个位置量能 它不是很够 但是大家记住 一旦它突破这个位置怎么办 一旦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会 它就面临着一个加速的上涨 所以朋友们 正确的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一旦它放量突破的前面 也就是2020年6月份高点1827年高点以后 它将是吧 有望迎来 新的加速上涨 也就是说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回踩 回踩后就是一波大行情 那那才是正确板块真正吃大肉的一个阶段 所以第一波上涨的话 我觉得多数票应该会有一个机会翻翻 但是到了后面 调准后的第二波 那么核心通通股的话 就会奔着几倍上涨了 这个事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目前来看 在船上的在车上的 那么大家就是躺平的 没有上车的 那么第一波上涨的话 现在的话 基本上是不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的话 大概就就是 证券板块真正要调整的时候了 好 那么从个股来看 证券板块的梯队已经很明显了 我也见了很多回 第一梯队是以东方财富为代表的 那么东方财富 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天峰证券 他说天峰证券还有什么 国海证券 国海证券的话 你试试看 出了底部的一个五年版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方方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就是第一波方方基本问题 现在五年版 再涨两个版就放了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梯队 那么第二梯队是什么 第二梯队就是什么三板票 三没有四板票 只有三板票 那么三板票谋成有两个 一个是长江证券 大家看一下 当然这些是属于三板的票 对不对 那么他也是属于底部起来的 这种票的话 他也是属于价格比较低的起块钱 所以他的空间潜力也打开 还有就是像中银证券 中银证券的话 他也是属于什么 他也是属于三板票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在结前他也是属于三板票 明显的他也属于一个底部的起路 好 这种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第二梯队 那么第一 他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 第三梯队了 第三梯队的核心是谁 是中性证券 但我们也可以把中性证券放在第二梯队去 多一证券 他是证券百块核心龙头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他 他唯一的看点就是什么 就是龙头里面的人气比较旺 适合大资金 但他盘子比较大 4000亿的盘在现在 所以他的空间应该是什么 应该没有小票券商那么大 你看 你看他早一再早一辈的话就变成8000亿了 你是不是要需要很多资金来这里拉 所以我觉得证券板块 接下来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前排的这些小票券商 大家看一下 找了比较好的 这个都是小票低价的 就比如说国海证券 他就那么一点点这个市值 对不对 你看是吧 现在是找了5个板 才308的市值 对不对 以后他价格才4块多 所以我们要把重心放在这一块 以低价的小票券商为重点 还有就是以重组券商为重点 重组券商主要是大券商 就是头部券商 所以我们把重心放在这一块就行了 那后排跟风的 现在也会也是属于什么躺赢的节奏 躺平节奏 但是随着他暴涨的什么力度越来越来越高 后排跟风的可能就会掉队了 这个是大家在操作上面是说住的 但是在截后 在一两天大家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证券的板块位置是很高的 不会要不就不会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的话 你也什么你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实在不得怎么办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证券的ETF 或者与之相对异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多元金融 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品种 我觉得还是还是可以的